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一段描述着这么一个情境大概的背景 一直这个大众沉默下去 但有一天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 咱们来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出什么事了呢 然而有一天呢 我们的牧师突然间一机灵惊醒了 怎么回事呢 这个大众正在打点报时 突然间这大众开始响了 咱们先看看前面这个 woke up with a start 突然间醒了 这个来自wake up 表示醒了 这个后面这个副词up呢 有也行 没有也行 区别不是特别大 它既可以当不集无动词 叫醒了 逐语醒了 也可以当集无动词 集无动词短语 唤醒 潮醒某人 后面嘉宾语也行 加不加at呢 可能有略微有点小区别 加上这个up 可能更表示这个人醒了 不但醒了就起来了 本门中不是牧师爬起来到钟楼上去了吗 如果有人没起来呢 咱们可以不加这个up 比如说 I woke three times during the night 我一宿醒了三次 躺在床上没起来 一般来说略微有这么一丁点小的区别 但区别并不太大 那么当作极无动词呢 后面就加笔语就好了 咱们在新干架二侧见过极无动词的用法 比如说新二侧的第五十四刻 sticky fingers 黏糊的手指里面出现了类似这么一个搭配 the doorbell ran loud enough to wake the dead 这个门里人响的把死人都能吵醒了 这个里面wake没有这个up也行 当急无动词唤醒或吵醒 the dead就是死人嘛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个行了叫wake or wake up 相关的表达特别重要 咱们一股脑同时记记 比如入睡或者睡着了 睡着了好几个表达 比如说咱们可以用go to sleep 或者是get to sleep 就入睡了睡着了 或者用戏表结构就fall asleep 这个fall是系动词陷入某个状态 这个sleep是表语形容词入睡睡着了 fall asleep都行 就入睡了睡着了 那么睡着了可以用它 但如果表示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怎么也睡不着 有一个常考的一个习语 叫做这是押韵的 两个都是ttt开头 这是手韵 我们大声读一下 toss and turn 再来一遍 toss and turn 这个好记toss是抛上去接住 抛上去再接住 turn是转过来 一会儿翻过去 一会儿翻过来 一会儿拿大顶 一会儿翻跟头 总之一宿静折腾了 一宿没睡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比如说 I was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我这一宿啊 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有心事怎么也睡不着觉 难以入眠叫toss and turn 一宿是正常的 如果连着好几宿都睡不着 这可能就是一种病了 就是我们说这个失眠症 咱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insomnia 再来一遍 insomnia 这是失眠症 比如说他有失眠症 这个有啊 咱们用have不够生动 咱们换一个词 he suffered from insomnia 他有失眠症 这个suffer from 后面一定跟倒霉的事 甚至可以感受到 这个人的痛苦了 他饱受失眠症之苦 他有失眠症 用suffer from 动词原型的 把这个异地去掉就好了 这是失眠症 失眠症是想睡睡不着 但如果我故意不想睡 我熬夜怎么说呢 熬夜有两个表达 用的最多 都是脑瓜冲上嘛 所以都有一个up 大声来变 sit up stay up 都行 表示熬夜 故意我不想睡觉 比如说 he set up all night preparing for the exam 他熬了一宿夜 一宿没睡觉 为了考试来做准备 prepare for preparing 这是非为动词 当伴随状语来用了 对吧 为考试做准备 好 这个熬夜 但是如果总熬夜的人 咱们就叫夜猫子 爱熬夜的人 刚好在英语表达跟中文类似 多好几 这个owl是猫头鹰的意思 跟night放在一块大声 就变 night owl 再来一遍 night owl 叫夜猫子猫头鹰 比如说 he's a night owl 这人是个夜猫子 是个爱熬夜的猫头鹰 就是爱熬夜的人 好 这个得答 咱们顺便可以记住 再回到句子里面来 那么 a wicker woke up with a start 什么叫做with a start 咱们先看这个start 这个start 在这不能翻成开始的意思 什么叫start 类似中文中说的机灵 不是冰激凌那个机灵 就是突然间 身体这么一动 由于恐惧或者惊讶 身体突然间这么一动 这么一动 就是一机灵 我走着半截 突然有人在叫 老李 拍我 谁啊 突然这么一动 就是一机灵 叫start 这么一个动作 这个也好记 为什么呢 这个start 还可以表示 汽车的发动 汽车的启动 摩托车的启动 带发动机的东西 这个what's wrong with my car she won't start 这个车怎么了 这车不能发动 不能启动 但是自己的车可以用she she won't start 你看车启动的时候 车身就动一下 我这车突然间这么一动 就是一个start 这个好记忍 以后咱们干脆 就可以搭配记住 wake 或者wake up with a start 就是一机灵 惊醒了 什么事 突然间醒了 可以用它 我们看一个例子 she woke from the dream with a start 这个女孩子一机灵 从梦中进行了 这个with a start 非常形象 让我们头脑中 跃然纸上 马上产生这么一个情景 可以想象得到 由此 咱们出现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 也是写作的五星级的搭配 就是用with来加名词 在剧中做壮语 修饰微动词 我们做壮语 修饰微动词 大家一般喜欢用副词 但以后在书面中 可以用with加名词 因为名词呢 它在所有词语中 往往是最庄重 最抽象 最正式 特别适合在书面使用 这个本文中with a start 就是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先看三册里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 54页第11课的第13行 54页的第13行 有这么一句话 the officer went through the case with great care 这个官员怎么样呢 这个海关官员非常非常仔细的检查了这个箱子 go through 是检查的意思 with great care 是不是类似carefully very carefully 非常仔细的 with加了名词段语 在比方说 我们看 依然是在这棵树 就是在这个 这个54页的第15行 第15行 He had spotted a tiny bottle at a bottle of my case and he pounced on it with delight 他在我的箱子底下 发现了小不丁点的一个小瓶 发现看到咱们讲过spot 并且他高高兴兴地 扑了上去 把瓶子给摁住了 这个高兴地 用的是with delight 相当于delightedly 或者happily 非常高兴地 开心地 咱们以后也可以用 do something with delight 高兴地做模式 非常漂亮 咱们再接着看 还是在54页 54页的第18行 then I added with a smile 这个add 我们在第一课讲过 可以表示补充说 接着说 with a smile呢 然后我微笑着 补充说 类似于咱们说smellingly smellingly with a smile 注意smile是可数的 加一个er就好了 这是我微笑着补充说 接着说 咱们再换一课书 开27课 就是130页的第16行 130页第16行 出现这么句话 his few material possessions mak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with ease 这指流浪汉 他的怎么样呢 他的很少的物质上的财产 使得他呢 很轻松的就能从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 with ease 相当于复词 easily 容易的 但书面中用with ease 比eas的显然 又来得更正实一些 这个句子出自130页的第16号 下面我们这个看几个例子 来做几个练习 比如说我说 他平静地面对这个困难 不惊慌 平静地 大家可能更喜欢用复词comely she faced the difficulty calmly 平静地面对这个困难 但是呢 我们以后不妨把它换成 she faced the difficulty with calmness with calmness 把他变成名词 前文叫with 对吧 就好了 再不用说 我好奇地看着他 我说你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这怎么回事呢 我好奇地看着他 I look at her curiously curiously 叫好奇地 咱们大家都知道怎么变了吗 是不是可以用 I look at her with curiosity 就是我好奇地望着他 do something with curiosity 就好了 再不用说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下面说 他温柔地和我讲话 这个女孩子 他温柔地跟我讲话 咱们用副词可以用 she spoke to me tenderly tender就温柔地 可以这么说 你吃饭了没有啊 那以后咱们可以这么说 she spoke to me with tenderness with tenderness 温柔地 with和我们家名词 再比如说我们看下边 我热情的向Philip问候 你好啊 怎么回家了 非常热情 我可以说 I greeted Philip enthusiastically 叫热情地用副词 咱们以后不妨可以换成 I greeted Philip with enthusiasm Do something with enthusiasm 叫做热情地 热情地做模式 这是一个重要结构 with加名词 相当于他同根的副词 但是with加名词适合在书面用 有个人说 李老师 你讲那么多干嘛呀 你这干脆我告诉我们 把副词变成名词前 with不就好了吗 你瞪那么多多累的话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不见得每一个词都可以这么来变化 有一些名词前面会加别的介词 我们屏幕上这几个在名词前一般是加with的 如果这么简单变化都统一了 那么英语就太好学了 我们老师都下岗了 而英语没有这么好学 它规律性不那么强 咱们老师给他总结过的咱们再用 还是李老师说的那句话 看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没有见过 一定问问老师查识字典 否则的话别自己瞎辩 这些搭配见过之后 放心用肯定没问题了 再回到剧中 这个star后面有个冒号 这冒号起到补充说明作用 说明什么事把它进行了呢 后面解释 原来这个大钟 was striking the hours 正在打点报时呢 这牧师就觉得很奇怪 几点钟啊 怎么打点了呢 looking at his watch he saw that it was one o'clock but the bell struck 13 times before it stopped 看了看表 他看到现在啊 半夜一点 但是这大钟 他数了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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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了13下才听 前面这个 looking at his watch he saw that it was one o'clock 前面这个黄颜色的 looking at his watch 在这儿是一个非位动词 咱们可以看到是时间状语 当他看了眼表的时候 他看到现在是一点钟 咱们同学自己写呢 可能更青睐使用时间状语重句 when he looked at his watch he saw that it was one o'clock 这么写当然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么写呢 咱们就不如第一种表达 更简洁一些了 为什么呢 我们记住 如果一个状语重句的主语 跟后面主句主语统一的话 比如说这是he 这也是he 是同一个人都是这位牧师 那一般情况下 咱们这个状语 就会用非位动词来表达 而不一定非用状语重句了 咱们的第一课重点看了非位动词做定语 在这咱们看到非位动词做状语了 在这是时间状语 怎么办呢 把这廉词当然它不是从句去掉了 后面这个he主语也没了 直接混成looking at his watch就好了 但是我们从这也看到 这个非位动词在剧中做状语的时候 它有个条件 就是它隐含的这个主语 或者说有人说逻辑主语都行 它应该跟主句主语统一 那么looking at watch 这个look它的逻辑主语是什么 就是它 就是牧师 看表 好吗 后面主句主语就是he 这么用是没问题的 就是我们记住 非位动词 doing 但还有to do 就是分词和不定试 做状语是一般 咱们不排除特例 后面一些习语是特例 一般情况下 它隐含的主语 就是有些书说的逻辑主语 它一般情况下 应该跟主句主语保持一致 本文中 这么用是对的 但这句话就错了 looking at his watch it was one o'clock 这好像就符合中文特征 看了看表 好 现在是1点钟 但注意 看表的人应该是牧师 但主句主语是it 表示时间的it 主语不同意了 这个句子从文法上就出问题了 大家写作时 这个注意 一般来说要统一 不同意的那是特例 19课咱们会讲 他看到是1点钟 但后面 but the bell struck 13 times before the stop 但是这个大钟呢 敲了13下 13次 然后才停 大家注意这个before的翻译 我没有翻译成在大钟停之前先敲13下 这个太变了 我翻译成大钟敲了13下之后才停 这个注意这个before的翻译 before不一定翻译成在什么什么之前 它的翻译是相当灵活的 如果咱们要是强调主句的时间比较长 这个时候呢 这个before一般咱们把它翻译成副词才 怎么怎么样 本文中这个主句时间就很长啊 为什么呢 应该咚敲一下就完了 结果敲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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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停 好家伙来 敲了13下 比正常 长了12倍 那么这个时候我说才停 这是正常的 再看一个例子 It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we meet again 我们不翻译成在我们再次相遇之前 会有很长的时间 这个太变怒了 怎么翻译呢 要过很久之后 我们才能再次相见 过很久才能再次强调主句时间长 那我问大家 咱们看看大家中文水平 如果强调主句时间很短 翻译成哪个字呢 过了不一会 对了 就怎么样 翻译成就 比如说 I hadn't waited long before he came 咱们一般不翻译成 在他到来之前 我没有等很久 而翻译成 我还没有等多一会儿 他就来了 这个通说了吧 他就来了 墙的主句时间比较短 本来以为等一小时 结果五分钟 他就来了 翻译成就 这个在后面 会看到更复杂的 before的翻译 但是咱们先把这个比较基础的先记录 本身敲了十三下才听 这牧师说 这见了鬼了 这怎么回事呢 没关系 我是牧师 鬼不会杀我 所以牧师到中楼看看 我得驱鬼 我看怎么回事 armed with a torch the wicker went up into the clock tower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拿着这个手电筒 牧师就走到了教堂的大钟楼里边去了 来看看出什么事儿了 这个armed with a torch 这个tort 就是手电筒 在古代也可以表示火炬或火把 都用这一个词 这个armed with a torch 为什么能过去分词呢 我们看到armed 又是一个非非东词 在这又是壮语 可以看到方式壮语了 拿着手电筒 用这样一个方式上楼 那么在这里面 它的隐含主语是谁呢 应该是主角主语 我们一看是the wicker 是牧师 牧师拿着手电筒 不应该是主动用doing吗 为什么被动呢 大家注意 主动被动 不能通过中文判断 得由你选择的动词搭配来决定 我们知道arm这个词 它的搭配是这样的 arm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用某个东西 把某人武装或装备起来 这个时候这个人应该做他的兵语 那么现在逻辑主语 是牧师 本来这个牧师应该做他的兵语 那兵语变成主语了 是不是应该用被动 被用手电筒武装起来的牧师 是这么一个 所以本文中用armed with a tool 这是有道理的 能理解吧 但是同样是拿着 我把动词变一下 得搭配就全变了 拿着带着 是不是还用carry somebody carry something 如果用carry的话 这牧师现在逻辑主语 就是他主语 这个时候是不是用现在分词了 什么应该用carrying a torch the vicar went up in the collector 可以这么来说了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非为动词 它是主动还是被动 咱们得观察一下 你所选用动词本身是怎么样搭配的 中文判断不灵光 一定通过单词搭配来确定 好 拿着手电 牧师进到中楼里边 去干嘛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看里边出什么事了 这个what was going on 当然是避语从具 做前面c的避语了 这里面出现了go on go on是多意思 在这可不能反正继续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发声的意思 表示某事发声 而且一般来说多用于进行时 表示正在发生的事 这中楼里正在闹鬼 怎么回事 我看看去吧 一般多用在进行时 表示正在发生的事 咱们看些例子 比如说门口围的大群人 我说出什么事了 怎么来这 怎么这么多人呢 这出什么事了 what's going on here what's going on here 正在发生的事 用这个词就特别贴切 但表示发声词汇特别多 比如说我们发声这四个词 特别类似 都表示发声 而且是未经筹化的 意料之外的一个事 突然间发生这么一个事 一般是没有计划过的事情发生了 那么用happen 用occur 或come up come about 都行 把后面两个我们分别读一下 注意连读 come up come about come about come up 连到一块 在里面 come up come about 也是发声 但是一般多是未经筹化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occur 是比较文艳的一个词汇 但是还有一个发声 咱们可能仲奇老师讲过 叫take place 但是这个take place 一般多强调计划之中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安排好的事 如期发生 如期出现 如期举行 可以用它 你比方说 the funeral will take place on Monday 这个葬礼将于周一来举行 这个葬礼是安排好的 星期准时会举行 因为这人死了之后 不可能周一又活了 周一咱们给他下葬 安葬他 可以用他 还有发声 英语动词会特别多 还有一个词叫strike 就是刚才打扁报时那个动词 这词意思特别多 还可以表示什么罢工也用它 但是做发声的时候 它一般都表示不幸的事情突然间发生了 一个灾难 一个灾祸 一个事故 突然间发生了 用strike 比如说 most people were fast asleep when the earthquake struck 当地震突发的时候 大多数人尚在沉睡之中 这个be fast asleep 这个fast在这儿是很沉的很紧的 就睡得特别沉 沉睡之中 地震发生了 地震发生用strike 一般会是strike 这个用的是对的 再上难度 我们四次后会碰到另外一个发声 叫随之发生了 好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音试发音呢 是翻you这个声音有个ye 在里面 大声那边 ensue ensue 好 在每一诗用语里面 一般把前面那个ye去掉 这么来读 在里面 en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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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随之发生了 比如说 I objected to his advice and a heated argument ensued 我反对他这个建议 并且一次激烈的争执 随之发生了 这个人没有修养 我反对 两人打起来了 随之发生 叫ensue 这个用的对 还有一个 叫两件事碰巧 同时发生了 咱们把中心动词读一下 coinside 再来一遍 coinside 后面一般跟jish with搭配 就余某是同时发生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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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词用的特别多 而且确实 它比较文气一些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句子 说 这个 我来的时候呢 他正好要走 我来的时候呢 他正好要走 咱们口语中可以这么说 When I came he was just about to leave 当我来的时候呢 他刚好要走 这口语中当然可以这么说 但书面语中呢 不妨文言一些 我们说可以把 动词名字化 对吧 我的到来 跟他的离开 同时碰巧 同时发生了 这句话更正式 my arrival coincided with his departure 就好了 到来 arrival 离去departure 同时发生了 coinside 叫with 第二个句子更加文气一些 你看 有口语表达 有书信中 书面也都表达 两个 相得益章 这个 我们在不同场合 用不同的搭配就好了 非常漂亮 这是指发声 然后牧师看 正在打电报时 是谁呢 一看 不是鬼 原来是人 in the church light he caught sight of a figure whom he immediately recognized as Bill Wilkins of a local grocer 他说 在手电筒的光线中 他看到一个默默乎乎的人影子 定睛一看 他立刻认出来了 这不是谁 比尔卫尔军斯吗 我们当地的grocer 我们当地的一个杂货商 认出来原来是这个人 in the torchlight torch 手电筒 torch 手电筒的光 他一眼看到了一个人影子 一眼看见 一眼瞥见 叫catch sight of catch sight of 当固定搭配 背起来就好了 catch sight of 中间这个字母t 跟后面的f 连在一块叫tuff 但读快了 这个t同话 这个同样 会轻轻着化成的这个声音 我们大声读一遍 catch sight of catch sight of cight of cight of cight of 轻轻着化一下 叫做这个 一眼看见 一眼瞥见 有的时候可以换成catch a glimpse of 或者干脆用极无动词glimpse 无意中一眼看到 都行 我们再读一下第二个搭配 catch a glimpse of catch a glimpse of glimpse 也是无意中一眼看见 一眼瞥见 这个意思 注意 在这里必须讲 没有办法 这是习语 或者直接用极无动词 在那边 glimpse glimpse 一眼看到 这极无动词 直接就可以当动词 I glimpsed the thief before he vanished into the crowd 我一眼看到这个贼 然后它消失到人群里面了 一眼看到 用glimpse就好了 好 本文中说 他一眼看到一个a figure figure的意思特别多 注意不要读figure 这个词不好发 英联邦国家一般读成figure figure 你看 这么一个声音 美国不光是加尔华云 在前面还要加一个yeah 像字母J一样 这个声音就yeah 跟那ear ear 我们读一下这词 figure 不好拿捏这个尺度 再来一遍 figure 好 意思特别多 它可以表示数字 1234 数字叫figure 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还可以表示我们的这个 模糊的人影子 模糊糊糊的人形 百分钟看不真切 人影子可以用它 还可以表示女孩子的体型 how do you keep your figure 您怎么保持体型的 怎么体型一直都这么差 对不对 当然一直都这么好 应该说 为什么体型总是这样 figure 你看体型是轮廓 人影子也是轮廓好几 figure还有更多意思 比如表示著名人物 important person 重要人物 也可以用它 百分钟表示模糊的人影子 表示模糊的人影子 再看一个例子 在142页第30课的第6到第7行 142页的第6到第7行 a farmworker who stayed up all night claim to have seen the figure cutting corn in the moonlight 有一个农场工人 stay up 刚刚讲过 熬夜 熬夜一宿没睡的工人 声称曾经看到过 claim to have done 不定时的完成式 咱们第一个讲过 声称以前 声称在当初 看见过一个模糊的人影子 在月光之中收割谷物 这个figure是模糊的人影子 我们说它也可以表示 重要的 引人注目的人物 重大人物 也用figure这个词 一个正人物 a political figure 可以用它 咱们看三册里面 也有这个用法的例句 比如说咱们看 在106页的第6行 21课里面 106页的第6行 有这么一句话 One of the most colorful figures in boxing history was Daniel Mendoza who was born in 1764 他说 全局历史上 最多姿多彩的人物之一 就是Daniel Mendoza 他出生于1764年 这个figure 叫著名人物 不再是模糊的人影子了 好 本文中是人影子 这个人是谁呢 在家对应从继 whom he immediately recognized as Bill Winkins of local grocer 他立刻认出来是Bill Winkins 我们当地的杂货商 这是第一课知识的复习 大家还记得吗 在第一课生词中讲过 recognize a as b 认出来a就是b 认出来a是b 本文中recognize whom的宾语就是前面的关系代词 whom 做他的宾语 我认识来 他是我的一个同学 I recognized her as one of my classmates 咱们说了 不能说my classmate 因为我的同学很多 我同学里的一个 one of my classmates 注意啊 这个答备可以这么说 他是谁呢 比尔维尔金斯 后面出现个同位语 做比尔维尔金斯同位语 是谁呢 of local grocer 我们当地的一个杂货商 杂货商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grocer grocer 杂货商 他再加一个y呢 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同格的名词 叫杂货店 或者买的日常买的杂货 都可以用它 我们大声来变 groc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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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名词 既可以表示杂货铺 也可以表示生活中买的杂货 副数呢 就是groceries 去掉y 变成ines就好了 但是这个词呢 我们读快了之后 美国人一般读成这个发音 grocery grocery 成本来读 读慢的是grocery 读快里面的grocery grocery 变成sh 这个声音呢 确实在口语中 很多发音的变化很讨厌 咱们看几个例子 你像这个今年 我们一般慢慢读 叫this year this year 但读快了之后呢 把s变成sh 这个声音 我们大声读一遍 this year this year 你看this year this year 变成sh 这个声音 你再看去年 更有趣了 读慢的叫last year 但英国人读了last year 前面是are 但美容中are变成a year变成ear 所以这么来读 慢慢读last year 但读快了之后 这个t变成sh 这个声音了 我们来读 last year last year 这是去年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变化呢 这出现了一些发音的音变 咱们多多尝识 可以记起四种常见的发音变化 咱们顺便记住 第一个发音变化就是那个今年 this 后面有个s 再加上year 前面有个yeah 就像这一样这个 这个音标 两个碰到一块的话 一般就会变成sh 这个声音 变成sh 这是个规律 咱们看几个例子 先刚念那个this ear 碰到yeah 放在一块读成 我们再来遍 this year 再比如说 在老外 别人打了一个喷点 啊去 我们一般说bless you bless you 写全的是may god bless you 但愿上帝能保佑你 别得病 这个时候呢bless 跟you放在一块 本来是bless you 但读快了这么多 在里面bless you bless you bless you 这么来说 再比如说我向你保证 本来读嘛 叫I promise you 但是碰到yeah 又变成这声音 我们大声里面 I promise you I promise you 记住把它读熟了 我讲完之后 并不代表你会了 讲完之后呢 是我更会了 李老师又复习一遍 我更熟了 希望大家反复读 变成条件反射 我们说英语不是知识 英语是一门技术 什么叫技术呢 必须熟练脱口而出 怎么变成这个地步 大量去读 读成条件反射 而不要想 想来不及了 第二个方语变化是t 碰到yeah 变成ch 就是这个t 爆破音加yeah 变成ch 这个声音 同样看几个例子 像刚才那个去年 我们再来一遍 last year last year t 碰到yeah 再边don't you t 碰到这个yeah 慢慢来一遍 don't you don't you 同样的 后面再读一下 won't you won't you 在单词内部也一样 你看个stat 有一个t 后面这个you 前面有个yeah 放在一块儿 不懂得statue 不这么读 当时里面 statue statue 好 是这么一个发音 还有呢 我们说四个嘛 第三个是d 这个爆破音 加成yeah 一般本是j j 这是个发音规律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did you 咱们一般不懂 did you did you 那油糊漏了 滴的油了 不这么读啊 大声那边did you did you 同样的would you 读快乐之后这么读 would you would you 同样单词内部也一样 像毕业这个词graduate the 碰到you前面那个yeah 也是这样的 在那边graduate graduate 还有我们未来在三十六课里面会碰到的轻信的轻易相信的这个形容词 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遍cradulous cradulous 也是这个d碰到了ye 还有最后一个音变 就是z碰到ye 一般会变成r这个声音 z碰到ye变成r这个声音 看几个例子 像我能不能用一下您的书啊 这个动词you z发z的声音 它是动词对吧 再加这个ye变成usure usure usure 这么一个声音 我们读一下 may your book may your book usure book 这么来说 我们再看这个问候 说令尊可好啊 你爸爸最近怎么样 how's your father how's z z 发z的声音 跟ye放在一块变成z z的声音 我们大声里面 how's your father 再来一遍 how's your father 所以咱们总结 s碰到ye变成s t碰到ye变成ch d碰到ye变成sh d碰到ye变成sh z碰到ye变成sh z碰到ye变成sh 还是那句话记住 不是明白就行了 得这些搭配 咱马上脱口出的时候 自动舌头就做出这个动作 这才是真会的 一定记住李老师嘱咐的 英语不是知识 它是一门技术 一门手艺 开车的时候碰到紧急情况 现想怎么把方向盘 怎么踩油门 怎么踩刹车 已经完了 一定凭舌练熟练才行 好 我们第二课的第二段 咱们就学到这